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从2020年我跟各位介绍过在京都大学他们所使用的一个万能干细胞植入巴金森试症患者的脑部啊做了临床研究一直到现在啊都没有任何新的一个结果的发表 所以有时候网友或是粉丝他们会私讯我啊因为他们真的是引颈期盼啊等着这个京都大学的研究结果出来到现在为止都没有 反而是呢在2023年的10月的时候美国的FDA核可了一个新的一个药物 那这个药物呢就是由哈佛的这个医疗帝国旗下的一个博士他所研究出来 让我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首先呢我们先来介绍这个哈佛医疗集团啊它具有怎样崇高跟重要的地位啊 哈佛它是在麻塞诸舍州的波士顿 那在波士顿呢最大的一个医疗体系我们就称之为Mass General Brigham 它事实上呢是有两个医学中心的名称把它拖在一起啊简称为Mass General Brigham 它是呢Mass General Hospital麻省总医院以及呢Brigam and Women's Hospital 布莱根妇女医院这两个医学中心的名称 我们把它结合起来称之为麻州布莱根总医院 那它并不是只有这两个医院而已 它还有三个专科医院还有七个社区医院 以及无数个专科诊所 还有护理系统还有保险系统 还有外科中心还有急诊 那这个Mass General Brigham这个医疗体系 它整个呢都跟哈佛相关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私人机构 在全美国呢 它不管是在教育研究治疗 护理各方面它都是首屈一指 它的地位之高啊 就是远远超过Mail Clinic 或是Cedar Sinai 然后它也可以说呢在企业方面呢 它是所有以医疗为基础的企业里面的第一打 它每年可以得到呢超过美元20亿的资金啊 多的募款都给它 它本身的营业额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到了180亿美元 2017年到2021年啊 总体经济影响力来到了534亿美元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但它其实整整超过了麻色注射之后 一整年的年度总预算 所以你就知道它的总体经济的影响力 还有它的医疗上面的影响力 那这个旗下就有一个McClean Hospital啊 它是一个Mental Health 身心健康的医院 其中有一个实验室是由这个金光秀博士 它所主持的叫做Neurobiology 那到底为什么它会有这个契机呢 研究出这样一个新的药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说到啊 京都大学的万能干细胞 在京都大学2018年呢 把它植入人体的脑 开始人的七个案例的一个临床研究 那在2017年的时候 事实上美国FDA就已经对这个 巴金森是症患者给了一个NC条款 它说呢虽然还没有完整的临床研究 但是我们许可让你们呢 可以做万能干细胞的植入 那有一个内科医师本身呢 他就是巴金森是症的患者 他非常的希望能够被治疗 他不在乎自己变成这个白老鼠 在2017年9月和2018年3月的时候 两次植入了万能干细胞 第二次就在Math General Hospital做的 于是这个金光秀博士就有一个近距离的机会 去观察这个内科医师他的成效 他们发现呢 没有成癌性 没有长出一坨瘤 也就是说呢 早先我们这个认为万能干细胞 很容易成瘤 但是呢 因为这个诱导的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后呢 他就不再有成瘤性 虽然没有副作用 但是也没效果 那他们就很纳闷了 为什么哦 既然这个诱导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好了 为什么他就是没有效果呢 金光秀博士推测 他认为是这个Needle Injury 就是当你把这个针打进去的时候造成了局部组织的伤害 他发炎了 因此呢 又发了免疫反应 那你这个植入的这些细胞就像是一个客人一样啊 他都还没有融入这个社会就已经被你们这个免疫反应排斥了嘛 所以他是不是就没办法长 没办法活 那金光秀博士就开始 嗯 到底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植入的细胞活得好呢 他就想到了 我们现在啊 诱导这个万能干细胞是从患者的皮肤细胞去拿出来的 把这个皮肤细胞呢 加入各式各样的一个转入因子 让他变成了像干细胞一样特质的东西 特别他们现在要做出来的是 具有多巴胺分泌功能的神经元 这样的前驱细胞 就是多巴胺神经元的干细胞的意思 既然会产生免疫反应 那我们就来用这个患者本身自体的淋巴细胞 来调节这个免疫反应 于是他就取了TRAC 这个叫做调节者T淋巴细胞 来加以研究 在植入万能干细胞的时候呢 同时配上该患者本身的TRAC调节T细胞 最俱进的改善了万能干细胞的存活率 他这个报导一出来的时候 真的他就爆红 Michael J.Fax 巴金森事证研究基金会就给他医住了大量的资金 那Michael J.Fax大家可能不熟啊 但是我如果讲有一部老电影叫做回到未来 其中这个演员呢 他是又年轻又活泼又俊帅啊 他就是很早就发生了巴金森事证 不但是他的演艺生涯没有 他的一生生活品质也都不好 所以他依住了非常大的资金去研究巴金森事证的一个基金会里面 金光秀博士这次就取得了这个基金会的基金 于是金光秀博士就立马成立了一家生物制药公司 把他这个TRAC的这个东西啊 把他发展成一个口服药 取名叫做HL192 那HL192呢就是在2023年10月的时候 已经取得了美国FDA的一个FACE1 Clinic Trial的一个临床核可 2024年的下半年就会知道这个临床第一期的研究成果 那为什么临床第一期呢 我们暂时不可以呢 期待的太多 因为临床第一期只需要证实呢 到底吃多少剂量呢 可容忍 他的这个药物在身体里面代谢需要多少时间 他只需要呢研究清楚这几项 没有读可接受 这样就可以算是临床第一期有成功了 所以呢他其实没有提到疗效 第一期是无关疗效 可是呢如果2024年的下半年就可以开始 公告他这个临床第一期安全的话 他可以赶快立马送件 就可以进入第二期的临床试验就没有效了 现在这个被称之为是一个 A leap forward 跳跃性的一个进步啊 可以让这个万能干细胞植入之后 配合上口服金光秀博士所研发的HL192 提升万能干细胞的存活率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要他能够存活的好 他本来被移植进去的就是可以分泌多巴胺的一个东西 如果他可以自己分泌多巴胺 那不是就对于他的八经绅士症可以有很大的改善吗 那讲到这里的话 我再来跟各位复习一下 我在2020年的时候跟各位介绍过干细胞对于八经绅士症的效果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在欧洲还是一直不断的在尝试用胚胎干细胞 虽然在早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胚胎干细胞 他就是会有一些沉流性啊 不稳定啊 然后觉得在动物的实验上面呢 虽然效果良好 但是无法解决沉流性的问题 但是欧洲的诺和诺德这家药厂呢 还是没有放弃 他们仍然是要把胚胎干细胞用在人体身上 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开始一轮新的实验 至于日本方面 日本的京都大学的万能干细胞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万能干细胞研究者 由山中生民教授他所研究的 并且这位教授在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诺贝尔奖的肯认 他交棒之后交给他的学生高桥纯 高桥纯目前是京都大学万能干细胞研究所的所长 我们刚刚讲到的七个例子的临床实验 就是由高桥纯博士所引导的 高桥纯博士他现在也跟这个 Shimimoto这一家制药厂合作 把这个万能干细胞的技术要开始在美国做临床实验 就是不只是在日本 他们要开始在美国做临床实验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内科医师 他身先士足的去尝试万能干细胞植入 也就是这样子一个契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 不但是欧洲的诺和诺德 日本的Shimimoto 他们都愿意开始大量的执行人体试验 所以真的是赋予我们很大的期待 这是巴金森市镇的一个树光炸现 希望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